馬上就有另外兩位講者 那個陳順寧老師跟游知浩 總召 然後我們就馬上開始 所以大家問問題 還是在剛剛的那一個slide上面 謝謝 再換一個嗎 OK不好意思 他們兩個是另外一個slide 請大家點進去那個議程裡面看一下 然後我們的那個議程有稍微有一點改變 就是本來是兩位講者講完各自會有QA 那因為他們的題目非常接近 然後我也很想加入討論 所以就會 所以就會那個 就是順寧講完以後之後 接著講 然後我們就會一起有QA跟討論 謝謝 聽得到嗎 聽得到嗎 我今天的功能可能就是提出一些比較大的抽象的問題 然後呢我可能不會講太多台灣 就是我會把這個對台灣社群更了解的 之浩跟伊莎貝我把問題丟給他們 好 好 那我今天其實我在寫完頭影片之後 我發現其實我要講governance 其實我的重點是在分配這件事這樣 是distribution 那這個distribution 是分配什麼 是分配價值 就是生產這個沒有人生產出來的這些values 那這個價值有可能是可以轉換成實際上的coco資源的 然後有可能是地位或權利這樣子 那大概只有這張會是有中文 後面都 但是我又用英文中文講放心 好 那我會講三個部分 第二部分比較基本 但是我想可能還是需要稍微快速的講一下 第一部分我講的是 就是我們今天這個 現在在講open government等等 那其實更早更早是在講 open free software 然後free culture等等 那這是有一個一脈相承 但是問題又不太一樣的一些發展 那一開始是跟著作權有關 所以其實我們現在在大宋提案 都還是要選license對不對 那個其實是有這樣一脈相承的觀點 那第二個是要講就是heteromation 它是一種主要是在講說 這個沒有人生產出來的這個價值的 可能會被變成私有化的這樣子一個問題 那第三部分我會講比較是跟politics 比較像是跟剛剛lis講的那個題目是有關的 好那先講就是先往下講 好那就是不想要講著作權講太久 但總之就是傳統的著作權呢 傳統著作權就是說這個東西是我寫的 所以全部東西都是我的 全部的資源就是只有我才能copy 只有我才能複製才能利用它 那你如果要跟我協作一份文件的話 你要來先問我這樣是不是很麻煩 那你如果要跟我協作一個軟體的話 你要先來問我 但是你要先找到我這樣是不是很麻煩 所以就是是一個很令人崩潰的情況 好那那個作權為什麼會這樣一個規定呢 他有一些理由 那理由是說一開始他是想說要鼓勵作者創作 為了鼓勵作者創作要發展文明 那就是要給他們錢 好就是說這個是你的專屬權 所以你可以換成錢 那這裡面會有些預設就是說 你為了 你為了 應該說你是專業者 那你做的東西會比較好 那這個這樣子的一個文化上的概念會影響到 後來對大家對這種生產協作 共同協作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可能會覺得這個就是 非專業者做出來的可能比較不好等等 那但是呢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作權 常常他不是在作者身上 是在就是一些業者身上 那他因為保護期間很長 然後還有就是他因為複製成本很低 然後讓他們可以透過非常 就是節省成本就可以賺錢的方式 也就是他就是一直去抓盜版 他就可以賺錢 好那這個其實是違反 就是原來他們想要促進文明發展的一個理由 因為你如果不用做很多事情 就可以用你保護70年的 這個米老鼠一直賺錢的話 那你就沒有什麼理由要去生產新的東西 OK 所以他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複製成本的一個發展是 被當初這種自由軟體這些人批評 那有些人叫做 叫Bankler他就會叫 這樣子的一個就是 為什麼他們批評複製成本說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子的一個制度 才能夠促進文明發展呢 不一定要我們可以用比較開放的授權方式 然後我做的東西你也可以用 那這樣子的話呢 這個不同的社群就會生出來 那不同的社群他們是一個Common Space 就是他們這個 這不是我專屬的 是這個東西做出來是Commons 那在這個Commons的基礎上 我們有一個協作的一個關係 那從自由軟體到 到後來有一些其他的文化作品 那這個東西有一些是 有其他的license 像是CC 在台灣叫做共同 什麼 創用CC這樣的東西 那就是 後來也有另外一些 就是應該說 剛剛有講到那個三角形對不對 剛剛Paul有那個三角形 那這邊有另外的三角形 就是 就是會把 其實Open Source的人就會說 這個社群呢 是像市集 它是比較去中心或多中心的 那它的邊界是比較不確定的 進進出出的 那傳統的那個Firm 它就是一個 就是公司 它就是一個三角形 它是一個比較階層化的一個組織 那它是一個像是教堂 那邊是一個市集這樣的概念 那也有 其實後來就是 這個東西漸漸就變有點混雜 就是 裡面有一些像Linux也去開了公司 那或者是 有一些公司 他們也 Microsoft現在也 慢慢發展很多 Open Source的 的Project 包括他們去買了Github等等 那或者是說 有一些公司 它其實 有很多 90%其實自己寫 但是它把一些部分 比較覺得 不是那麼核心的部分 開源出來 給大家 大家 共同協作 那 所以在這個 這樣子一個環節下 這個Governance 或者是 在資源分辨上 這個Governance的第一個原則是 有 另類的豬肉權的 授權方式作為一種 在財產分辨上面的一個社會規範 我們內部的社會規範 它沒有挑戰 諸國求人進行的事情 但是它就說 OK在 我還是有做 但是因為我用這個License 所以我們有這樣子一個合作的模式 好 那它就是用這個協作的方式 作為一個新的生產的文化生產模式 好 那另外一個重要的事情就是叫做Forkability 那Fork就是我分出來嘛 一個叉子這樣分出來 那所以如果MIT 用 對不起 用MIT這些人 對於圈子裡面有一些做的成的 決定的過程 做成決定的內容不爽 那他們可以分出來 Fork出來 另外再開一個下面這個 右下面這個 另外一個紅色的MIT Project 好 那 這是在Open Source跟Free Culture裡面 兩個重要的東西 那後來就 一脈相承下嘛 後來就後面有一些 開放 就是製造者 Maker 就是開放硬體 然後 有一些開放資料 然後是 有些是科學研究資料 一些是政府的資料 好 那 到Govern Zero 比較是 Open Government這一塊 好 那 我剛剛問了一個 自私的問題 就是 請Lise解釋一下 這個 所以我可以少掉一張投影片 因為這一張投影片實在太複雜 所以讓我看一下小超 就是 這個Public呢 它其實是要 因為Kelty用很複雜的一串字 就是它其實是覺得說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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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一個Public Service 一個公眾呢 我們 這群公眾 想要做一個Recursive Public 那這個是回圈的 這樣子 就是你要去 關心這個法律的 或者是技術上面的 這些工具 讓你們想要做一個 另類的 一個社群的 這樣子的環境可以實現 好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 Recursive Public的目的呢 或者說 它的功能 它其實是 獨立於現實存在的 權力的結構 好 或是權力的形態 然後它透過 能夠生產一個 另類的方式 來跟 現實的權力說 不是只有你那樣做 才可以 我們這樣做也可以 OK 所以這個是Kelty的 Recursive Public 那Kelty是在討論 就是 就是Free Software Free Culture 這一塊的時候 提出這樣的東西 那可是我們知道 就是說 往下降發展 其實有很多東西 已經不是Copyright 這個制度 如果說Copyright 是前面的這個 包括在這個 Existing Form of Power 就是這個 不管是出版商 或者是 這些 軟體公司 跟 著作權連起來 這個 Existing Form of Power 如果說 這個是 這兩塊 前面這兩塊在做的 在挑戰的事情 那到後面這三塊 Copyright已經不夠了 那不夠的話 就會產生新的問題 就你 雖然我們現在 進行Gov-Zero提案 有license 但是那還是不夠的 還是有很多其他東西 需要討論 那這個就是後面 兩大段的部分 那第二點 我要講的是 Hetromation 那這個是 大概前幾年 兩位學者提出來 他們講的是說 這個是 自動化一定是會包含很多 看不見 或者是 比較 被 被 不被看到的勞動力 那這個部分呢 就會被 他們的價值就會變成 免費 或是低估 那就是 會 會 低價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們就會 就是 這些 應該說 把 怎麼講 extract 是什麼 就是 把他們的東西 變成 就是有些資本 就會進來 然後利用 用 剝削吧 或是 多取吧 就是把這些東西 變成他們的 就是他們可以 利用這些 低薪或是 低價的勞力 或是免費的勞力 那透過什麼 透過 電腦的這些網路 那包括 比如說像是UberEast 或是一個典型的東西 或者是像 或是像是那種 Amazon Mechanic Torque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那他就是一個 新的 資本累積的邏輯 那 他提出來 這其實他們不是 第一個提出來這樣的 概念的人 其實滿早 大概 大概 2010 前後就會 滿多人開始討論 這樣的東西 那只是他們兩個 比較有系統去整理一下 就是 有幾種不同的 那我 時間不多 我就先跳過 就是 他主要就是 大家會講的是 第三種跟第五種 那第三種 第三種跟第五種 都涉及到 剛剛提到就是 這個社群生產的東西 後來被石油化的問題 那第三種就是 有一個例子就是 有聽過MakerBot嗎 那MakerBot是大概 一二 一二左右 開始的 一個 就是 3D列印機 好 那他們不是賣一個 列印機給你 開始 他們是賣 這一大堆東西給你 那你就是自己去組裝 好 那就會人買了這個東西之後 就組裝了兩整天 然後就寫一個非常長的blog 就說 我人生最有意義的兩天 這樣子 那所以 他的對象也是 就是 他是一個open source 那他們 雖然可能有些專利 那個專利註稱目的 是為了 不是為了讓別人不能參加 而是為了讓 同樣的專利不被拿走 那 所以他就是 open hardware的一個 一個當時一個典型的代表 那 就是 他的對象 他要賣的對象 如果他要賣這樣的東西出去 那是不是 他 他顯然就不是賣給每一個人 他不是賣給大眾市場 他不是賣給大眾市場 那可是後來呢 他就 走向大眾市場 他拿到了VC Venture Capital的錢 他就走向大眾市場 然後他的 某一代的 機器 就變成closed source 然後就有一些pattern 好 那這邊當然就出現很多 就是open hardware maker 製造者 這個社群裡面的討論跟質疑 但是他們就會說 因為就是很多 用這樣子的人根本就不在意 是不是open source 或者是 這個硬體 這個 Bits跟 Bytes 跟原子 altern不一樣 所以 open source裡面的東西 在這邊不適用 所以 按照那樣不能生存 所以我就是還是要 closed source OK 那另外一個例子呢 就是另外 涉及到 CCBP 就是剛剛講的這種 自由軟體或是 自由文化這些東西 他們其實有 在討論那些社群 為什麼會成功 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 那他們會討論就是 到底 有這些計畫 這些不同的 計畫裡面有什麼樣 不同的設計的原則 讓人家比較願意參與 那這裡面出現了一些 章字 比如說 crowd hurting 就是 有點像是感有感養 就是說 到底 你怎麼樣大家才願意留在這邊 那 那 也有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字 就是 它也是蠻 有一些討論空間 就是 crowd sourcing 它其實 某種程度是一個 自由主義的外包 就是 降低你自己 內部成本 把一些工作外包出去 然後 同時 這個外包的對象 不是別的公司 不是別的勞工 而是 網路上免費或低價的 好 那就是剛剛這個 Hitformation的 一個重要的部分 那 有一個例子是 你們知道Zooniverse嗎 Zooniverse 是一個 網路上的 號稱在做 people powered science 他們沒有叫自己 citizen science 但是公民科學 常常都會用這個 當作例子 那 Zooniverse 他們就是有很多科學家 手上有自己分析不完資料 那自己分析不完怎麼辦呢 就丟出來 然後 把 一些 一些照片切一切 然後讓大家幫他們看說 這上面有沒有 沒有他們想要找的東西 或是幫他們分類 好 那 有一個例子是 其中有一個project是在做 生態 非洲的生態 它就是讓大家看很多 非洲草原上的照片 好 那非洲上草原照片 如果你看到動物 你就幫他們選出來 說這張上面有動物 好 那 後來呢 就是他們這個project的研究者 好 就發現說 如果你連續看到二十張都有動物 那你可能看二十張你就下線 可是你如果看到二十張的中間有 多 有穿插幾張 那你可能就會看到三十張 所以他們就跟一些 另外的一些 行為研究的研究者 他們研究 就是說 要怎麼樣讓大家 黏著度高 對不對 黏著度高 然後他們就在中間加一些這種 比較 看不 就是沒有 故意加入沒有動物的照片 好 那這樣的一個事情被發現之後 這些參加的人就很不爽嘛 就是 我明明就是已經免費在幫你做這些事情 你還要 叫我黏著度高 對不對 好 還要做這些事情 故意把我留下來 好 那所以這是這個 一些 研究設計的一個倫理的問題 那還有另外一個project 就是 在講這個小行星 好 那這個小行星他一開始其實是說 嗯 那個 你 大家來幫我們看 有沒有哪些小行星 可能會撞到地球 會帶來危險 然後保衛地球 那後來呢 他有 比較老實的說 那個 大家幫忙找 那個 上面有很多 稀有資源的 龜金属 或者是水的 這樣的小行星 那後來呢 其實 他們其實一開始有講 只是到底講得多清楚 就是說 他們其實是一個 想要去做太空的 mining 的一個公司 所以你如果去幫他們找小行星 你可能你的 你做的這些工作就會 幫助他們 profit 好 那後來這些公司 是事實上 呃 就是賣給了另外一家公司 那你的 你的這些 你做的工 其實根本就沒有幫助科學 而是幫助了某些人賺錢 OK 所以這個是 Hetromation的兩個例子 好 那這個 他們是在 Citizen山是一個 科學家 他們做出來的一個 platform 你們不要對Zuliverse有誤解 因為他們其實上面有很多 真正蕩蕩的 project 只是這上面也有 這兩個 曾經有出現過問題的project 那出現過問題之後 這些platform要怎麼樣 這個平台 或是Zuliverse他們 他們的就是管理的人 要怎麼樣去回應 或者說他們覺得 需不需要回應 這個就是一個 很大的問題嗎 好 那最後一個 我就講到 Nerd Pollux 就是很像剛剛 Liz講的那些東西 好 那這邊是 我用另外一個人 他叫Postil 好 那他是一個澳洲的 媒體研究的學者 那他用了一個字叫 TechPolNerds 好 這些TechPolNerds就是 在技術跟政治之間 是不是跟剛剛那個 Liz他們的例子很像 好 然後他們有一個 就是他們 這些人呢 他們有一個共有的 這個想法 就是他們要 為這個現在的 Digital Age 這個數位時代 打造一個 適合現在這個時代的 民主的制度 那他們可能 政治理想上 光譜可能蠻多的 可是因為 就是光譜很蠻大的 可是他們 共同的一個 分 人家說 共同的一個 性質 就是他們 他們是反對威權的 那他們其實也不是 基本教育派 他們還蠻pragmatist 就是很實用主義 覺得有工具用 Slack 就算是私人的 我們也可以用 他們沒有說 一定要自由軟體才用 好 那他們雖然 Cosmopolitan 但是呢 他們就是 像剛剛有很多 連來連續 上面有很多連來連續 各國的 各國的朋友 但是他們也都很關心 各自國內的事情 就是Rooted Cosmopolitan 這是他對他們定義 那 他說這些人呢 他不是 傳統語覺只是 電腦宅 軟體 會寫軟體等等 他說不是 這裡面有很多種 各種各樣的人 主要是這五種 就是 傳統想的電腦宅 然後也有 像法律的人 像我跟Isabelle 那也有像藝術的人 像志浩也有各一半 那還有那個 媒體界跟 傳統搞政治的 那這些人呢 他們其實是 他們不是 去中心的 他們 比較是多中心 就是剛剛這個 Working Teams 那這個Teams 在這個中心裡面 他們就是 會 每個組 每個組織自己 再會去 動員他們周邊的群眾 好 這樣 那這個 我只有一分鐘 但是後面才重點 好 那這個 這個 Techno Perl 他會跟 就是 None Nerds 會有一些 策略上的結盟 那這些策略上的結盟 是可能會 為了一些 比如說反對 EID 反對 Copyright 他們可能就會 因為某些議題 有一些 暫時性的連結 這樣子 那他們就會去 在這樣子 在這種議題出現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 策略性的結盟和組織 好 那可是這邊就會出現問題 就是說 那多中心 到底你是誰 好 這是傳統的組織 剛剛Paul講的一些東西 傳統的組織 未必要是上面的人喔 可是 他可能會有個窗口嘛 好 來 我是台詢 負責EID的人 但是我要找社群的誰 誰可以代表社群 社群立場是什麼 就會出現這樣的問題 好 那再來就是說 其實也不需要在這種 EID的這樣 或者是這種議題的這種 就是本來 大家對於這些 其實社群到底是什麼 這個想像就很困難 那社群因為可能也需要 拿捐款啦 對不對 對 跟政府社群計劃啦 或是什麼 那所以這個社群 也會需要有一個 正式組織的一個情況 就是說他們 或是報稅等等 那這裡他就會 可能就是在這個 這個圓圈裡面 虛線的圓圈圈 就出現了這種三角形 那出現三角形之後 這裡面 好像 好像外面可能覺得說 那我叫三角形裡面的人 就好啦 對不對 既然已經有代表 可是又不一定 因為他可能只是一個 功能性的角色 對不對 好 那我只是說 即使你是 外面上 你是對外是這樣子講 可是我們內部的 決定的做成 不是你說的就算 對不對 就是剛剛Liz 那個 六個圈 一個大圈 一個大的橢圓 六個小點 這樣子的情況 好 那 所以在 社群這個出現 出現 內部出現三角形的時候 就會說 那到底大家怎麼看待我們 我們怎麼看待我們 我們怎麼看待別人 好 這時候就會出現這種 內外規範的這種拉鋸 那這個規範可能是社會規範 可能是法律規範 那 好 然後回來剛剛那一套 就是 這個社群裡面的這些人 就是 剛剛講到 我今天 可能主要就討論兩件事情 就是 就是資源嘛 那這個 有一種資源叫做 Symbolic Resource 或是他其實就是名譽啊 地位啊等等 好 那這些人如果他在 對外可能 別人說 你代表社群 那 他又可能 蠻容易掌握 就是 現實政治的語言 他其實 有可能 就很容易跳到 這些正式組織這一邊 好 那可能 就有一種字叫做收割嘛 那我們要說誰 如果人家有問題就要問這兩位 好 那 好 那最後一張這個張就是 為什麼 這個社群治理是重要的 那 這個社群 第一個當然你是要 內部決定 做成決定嘛 你要能夠 有 做 有這個社群的功能 要能夠完成 好 然後同時你要讓這個 內部的社群的這個 規範能夠繼續的被遵守 那另外呢就是如果這個 資源分配有問題的時候 就會造成別人對社群的誤解 包括自己內部的成員也可能 會不想要去參加等等 好 那如果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個 例子說的這種 另類的recursive public 是我們想要的 就是我們想要有一個 跟 跟既有的權利的形式說 不是你那樣做才可以 我們這樣做也可以 如果這樣子的一個目的 是 是重要的話 大家其實 去了解說 到底 現實上的 法律的 或是制度的這種 infrastructure的這些 議題 哪些對於社群的生存 建倉是重要的 就是很 很 很核心的議題 好 那找出這些議題之後 就要去跟 外部的這些規範 去 去讓大家可以 在這些議題上 能夠 維持社群內部的 傳統跟規範 好 就這樣謝謝 謝謝 謝謝 精彩的 分享 那個 謝謝 謝謝